李山石一教室开学了 因疫情关系复理香农会改采线上教学方式 分享复理在地农产品的吃法 而师之首先是由在地素人吃过来为大家分享 更由总干事张树华担任主持 每个星期三下午三点半 透过直播方式分享在地农特产品 以及最道地的烹调跟复理的饮食记忆 解封了之后 可以来六十单山散花的时候 不要忘了到我们六十单山的连续 去吃吃我们在地做妈妈的最大 复理香总干事披上围裙 镜头前一点都不紧张 很专业的与复理在地烹饪达人 一起来介绍复理的胚芽米以及南瓜 这是复理香农会最新的推广 在地农特产品的方式 李山石一教室线上版 大家分享说我们复理到底怎么吃 我们这些食材的 我们这些米啊 你们每天吃米 那么多的米会不会蜜啊 不会 你看我们米有多么大的变化 然后你看我们用不同的米种 去做不同的料理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在我们的 李山石一教室来做直播 没有相关摄影背景的人 现场都是不理香农会同仁 但是直播现场一点都不马虎 有灯光有音响等等的设备 总干事笑着说 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做起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困境当中 能够找到自己的出路 所以我们的员工也非常的认真 不会的也去学 学借影片 然后学直播 然后去到处去问人家需要用怎么样的 资产来做 来把我们复理最好的农产品 推展出去 农会表示现在因为大环境的关心 消费形态都改变 农会也必须去接受 之后来做调整 目的就是希望透过直播让大家都能够看见 复理的当地作物以及在地的农作物进而推广 记者高双双复理箱采访报道